洛仙山脉青烟鸟鸟 众人各自围绕在火锅旁 兴冲冲地夹着食物 吃得不亦乐乎 萧承风夹了一块龙肉 放在沸腾的锅里涮了涮 随后送入自己口中 太他妈爽了 他发出一声畅快的声音 只感觉体内有股火热之气 在疯狂流转 无尽的大道气息环绕在他的周身 将他的境界推向了至高 周围其他人也都感受到了 萧承风的状态 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军军道人更是目光一鸣惊呼出声 天啊 是志强 萧道友这是要突破志强了呀 他能成功吗 这世界的大道残缺志强之路断绝 根本无路可走 真能塑造新的志强吗 杨茧的眉头一挑惊异不定 他能感受到萧承风的气息很不稳定 有冲高之势 但很快就被压了下来 显然是被这个世界的极限给压制了 正如当时的小狐狸一般 若非高人相助根本站不稳志强 这里可不一样 这里可是高人的所在地 九徒微微一笑开口道 大道虽然残缺 但可不包括这里 这里便是大道的所在 是大道的归原之地 哪有什么极限之说 似乎为了印证他们所说的话 萧承风的气息在这一刻轰然充至巅峰 一味新的志强从此诞生 他兴奋地睁开双眼 没想到自己最关键的一步 居然是靠着一顿火锅得以突破 不过却也并不意外 这顿饭里可是有着紫黑士道龙这位志强的存在 还有高人准备的各种美酒和美食 就算是投猪吃了都会立地成仙 打破他的最后枷锁完全不成问题 萧承风的嘴巴都快裂到耳朵根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高人就在身侧 他绝对会仰天大小 我靠 你居然真的成为志强了 杨检的三只眼都恨不得快要瞪出来了 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的 他当即二话不说 拼命地往自己嘴里塞着火锅灌着酒 这次聚餐显然是高人给他们的一次机会 能不能突破就在此一举了 其他人显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个个全都化身成为干犯之人 就连楠楠他们也不例外 嗡嗡嗡 一时间这片空间震荡不断 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着浩荡之力在汹涌澎湃 气息如同巨浪一般瓷器彼伏 异象平平 尤其是姚梦基和顾长青他们接连破镜 灵气几乎要将身体撑破 脑子更是一片空白 实力从惊仙境界直接干到了第一步至尊 他们感动得抱头痛苦 这分明是高人在给他们这群老友发福利啊 真的是太照顾他们 面对天地动乱 他们虽然早早就认识了高人 但是年线太少成长有限 在大劫面前连只蝼蚁都算不上 今天这顿饭终于让他们稍微有了一点自保之力 而最终成功踏入至强的除了萧成峰外 还有杨俭和龙儿男男 以及司徒庆和秦曼云五人 君君道人他们终究是差了一笔 遗憾的话悲愤为食欲 继续疯狂地干饭 李念凡和打击火凤就坐在一边 看着大家不顾形象的狼吞腹咽 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笑容 圣君大人的款待 来来来 让我们一起敬圣君大人一杯 当即所有人统统放下碗筷 举起酒杯齐声道 感谢圣君大人 哈哈哈哈 大家真是太客气 是我该敬你们才对 是你们守护了世界的一方和平 而我也只能给你们做一顿力所能及的便饭吧 李念凡发自内心的笑道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他很清楚 自己安稳的生活便是这群人给带来的 而且他发现最近天地阴暗 显然是有着不好的事情发生 依旧是这群人奋战在前线 这也是他发起这次聚餐的原因 杨简起身拍着胸脯道 圣君大人太客气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守护好这方世界的 酒徒也是惯了一大口酒朗声道 没错 纵然祸乱将士 我等也必将立于苍生之前 镇压不响 无悔到心 萧成风等人也是一口同声道 我们也一样 他们的目光俱势坚定无比 气势一往无前 李念凡这次是真的感动 这群修仙者真正当得起仙人二子 自己运气真不错 这一路遇到的基本都是些品德高尚之人 南南拍着胸脯自豪道 哥哥 我们可是很厉害的 不要看不起我猫 哈哈 连个野位都单挑不过 可不要骄傲自马 李念凡拍了拍南南的脑袋接着道 总之 如果打不过对手千万不要硬撑 正所谓来日方长 好好的修炼变强才是重中之重 只有活着才能更好的守护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众人全身的汗毛顿时倒数 好似有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气息轰然降临 他们的实力俱势不俗 对于天地间的变化甚是敏感 这绝对是发生大变的前兆 而且是足以改天换地的大事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天 却发现落仙山脉的天空依旧平静 周围并没有出现什么异象 这只能说明高人的所在依旧屏蔽了外界的一切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天 却发现落仙山脉的天空依旧平静 周围并没有出现什么异象 这只能说明高人的所在依旧屏蔽了外界的一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跟高人所说的那句话有关 他们相互对视一眼 纷纷压下心头的不安 继续疯狂干饭 同一时间 人界的某处暗黑之地 乱空者和七名背叛者聚集在这 正满脸民众地看着面前的一道门户 这门户秀气斑斑 全身上下无一处完好 仿佛被风一吹就会化为沙力散去 他紧闭的两扇门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 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岁月 乱空者目光微微闪烁 周身被空间之力包裹 一股股玄妙的气息环绕 缓缓地抬手伸向那个门户 然而他才刚刚触碰到那个门户就在南寸几 这个场景无比神秘 明明只是一扇斑驳不堪的破门而已 却挡住了乱空者这位志强的脚步 而且乱空者还使用了空间大道 并在虚空中凝聚出无尽的异象 却依旧难以撼动分后 这个破旧的大门就静静地屹立在那 将众多志强者全都挡在门外 还是没用 就算我的空间一动也进入不了 乱空者阴沉着脸开口 其中一名志强者凝声道 众庙之门果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进入的 当初若非大道被逼无奈 我们也不会发现众庙之门的存在 这可是接近大道最近的地方 只要再进入众庙之门一次 我的实力绝对可以更进一步 说不定能达到楚狂人那种境界 关键是 究竟要如何才能打开此门呢 所有人的眼中都露出贪婪之色 他们在上一世曾进入过众庙之门 自然清楚其中蕴含有多么大的机缘 原本的天地之间 如果把志强分为上中下三等的话 那志强下等便是这个世界的极限 很难突破 而进入众庙之门 让他们找到了超越极限的契机 打破了天地壁垒 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还要感谢楚狂人逼迫打倒 这才给了众人一次突破至高的机会 所以当发现上一世的众庙之门 居然没有随大道消散时 他们的心态可想而知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开此门 就在这时 那秀记斑斑的门户却是突然震动起来 一缕缕光芒穿透 尘土一散而出 这光滑越来越亮 如同久被蒙尘的明珠 突然有一天沉浸光声照破山河 尘土一片片的掉落 秀记迅速消退 转眼就化为了一个浩瀚而威严的金色门户 旗上还有着异兽环绕 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妈呀 怎么回事 众庙之门这就开了 乱空者等人巨视又惊又喜 众庙之门便冲天而起 来到了原界的苍穹之巅 好似第二个太阳照耀时间 画面一转回到落仙山脉 李念凡和大家又寒暄了一阵 才结束了本场聚会 而九徒等人则是连忙走出落仙山脉 当他们看到苍穹之上的异象 是瞳孔巨视猛的意义 却见深夜的半空如同白昼一般亮成一片 在中心位置还有着一道门户 正散发出夺目的金光 让天地山川全都披上了一层金色 别说修士 就算是普通人都能感受到 那门户上所散发出的种种威压 情不自禁的贵妇在地 修为高的则是能隐隐看到 金色门户周围环绕的仙气意义 大道环空几乎凝为了实质 天啊 那是什么 一个金色的大门 杨茧将第三只眼开到最高 死死地盯着苍穹 却看不出任何东西 君君道人宁声道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道门啊 我感觉它就像是天地中心 大道之机 九徒强压着心底的激动颤声道 什么 众庙之门 所有人都是心头狂跳 前不久他们才刚刚从九徒嘴里 得知了众庙之门的存在 自然很清楚这门户代表着什么 肖成风兴奋道 只要进了这道门 是不是就等于在修行之路上 开了加速外挂 那还不爽到起飞啊 是啊 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没能发现 想不到居然在此刻爆发了 杨茧深吸一口气又惊又喜 人界实在是太大太大 就算是派出所有的天兵天将搜寻万年 也根本不可能把每个角落都找遍 并且对于众庙之门的现实他也充满担忧 如果让背叛者再次进入众庙之门 那后果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能够开启众庙之门的 世间唯有那个意志才可以做到 立者悠悠开口 目光不自觉地看向洛仙山脉 眼中透着深深的敬畏 是高人吗 君君道人微微一乱恍然道 没错 天地一向就是在高人说了那句话后出现 高人说只有变强才能更好的守护 他打开众庙之门就是为了让我们尽快变强 没错 这和上一世和其相似 九徒也是感慨万千 高人分明就是怕我们打不过对手 这才开启了众庙之门 他无时无刻不再替我们着想了 众庙之门横空出世 当即便在元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赶紧过去看看吧 杨简一边说一边飞升而起 其他人也是紧随其后 纷纷向着众庙之门而去 正所谓望山跑死马 众庙之门虽然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但距离却是极远 就算是以他们的速度全力冲刺 也要飞上两个时辰 并且在四合院中 结束了聚餐的秦曼云和司徒庆 等于也是纷纷走出房间 直奔众庙之门而去 众庙之门就如同一个太阳闪耀诸天 让无数人从睡梦中醒来 让无数强者从闭关中睁眼 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仓庙上为什么会出现一道门户 看到那个门户 我仿佛看到了大道的终点 大机缘 大造化 我如果能进入那个门户 绝对可以迎来一场惊天蜕变 这一刻众生皆败 众修皆经 天地间不断有着祥云凌空 也有神光激荡 纷纷向着众庙之门而去 有些修士占据了地理优势 哈哈大笑着第一时间冲进了众庙之门 瞬间感觉大道扑面而来 宛若进入了世间最无上的秘境 一日便可底上过去无数年的古修 还有的修士刚刚踏入门户 却是直接发出一声惨叫 全身剧烈颤抖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他惨叫一声身体如同气球般飞速膨胀 然后轰得一声爆炸 只留下一团不祥挥舞随风消散 这一幕让无数修士面色大变 当即止住了脚步 我靠 什么情况 为什么有人可以安全进入 而有人却是直接申语 我明白了 是不祥 但凡吸收了不祥的修士进入门户 必死无疑 原来如此 不祥与大道是死对的 这个门户果然是大道赠予的机缘 为的就是对抗不祥 哈哈哈哈 还好我忍住了诱惑没有吸收不祥挥舞 不对 你们看那是什么 有修士突然发出一声惊悚的尖叫 天啊 是白毛怪 这世间居然诞生出了这么多的白毛怪 他们难道也是为了这门户而来 就在所有人震惊之余 那些白毛怪却是猛地发出一声嘶吼 直接向着人群冲杀而来 同一时间无尽之海 那老玉站在海面之上 抬眼看着众庙之门露出冷笑 哈哈 上一世再次重演了吗 就算众庙之门开启又有何用 这一世终将是我不祥的时代 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动乱 而是缓缓转身融入了无尽之海 紧接着海水继续翻滚 如同一头张牙舞爪的巨兽 向着四周急速扩展 两个时辰以后 九徒等人终于接近了众庙之门 然而却没办法继续向前 因为有东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两俭不由的皱眉道 我操 好多白毛怪啊 不只是白毛怪 还有很多修士呢 萧成风眼眸微微眯起 冷眼扫湿了一圈平静道 他们身上都有着不祥挥舞的气息 看来沾染了不祥就没办法进入众庙之门 话没说完就听一道冰冷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都给我管 否则杀无赦 立马有修士不甘道 你们自己吸收了不祥无法进门 现在还不让我们进 这是什么道理 哈哈哈哈 我们的道理就是道理 这门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那你们也别想进 挥舞修士霸气的开口 眼神中充满了细血 众庙之门出现 眼看那些没有沾染不祥的修士 可以进入其中获得机缘 他们心中极不平衡 自然要出面阻止 妈的 明明是你们自己走错了路 现在还不让我们接触机缘 简直岂有此理 放屁 挥舞才是正途 我绝不允许你们走上邪路 这门谁都不准进 别跟他们废话 大家随我杀呀 大战一触即发 走吧 我们也杀进去 萧承风懒的跟这些挥舞修士多说 直接抬手甩出一道剑芒 将面前的白毛怪彤彤缴为积粉 他如今已经晋升成为志强 根本不需要施展神通 随便一散出的一丝气息都霸道无比 妈呀 势之强者 周围的挥舞修士瞬间脸色大变声音发颤 开始不自觉的向两边溃散 不过白毛怪却是没有恐惧这个概念 他们已经化为了野兽 任由不想摆布 汇聚于此就是为了阻止修士进入众庙之门 因此依旧是死战不退 妈的 人不人鬼不鬼的 就让我手中之剑帮你们解脱吧 萧承风淡漠的开口 手腕一松长剑立刻腾空 嗖嗖嗖 无数长剑横根于天地之间 化为万千光滑在虚空中击射 刷刷刷 成片成片的白毛怪历史倒下 即便是那些逃跑的挥舞修士也难逃厄运 被一剑枕杀 萧承风欲剑而行带着至强威压 缓缓地向着众庙之门而去 他故意放慢了自己的速度 为的就是给在场所有人都留下一个装逼的背 这一刻他什么话都没说 但又好似什么话都说了一半 引得无数惊叹 君君道人跟在他的身后并没有插手 很自然地成全了他独自装逼的念头 然而就在这时 一点黑芒突然浮现 就像是天地间的一只利剑 带着诡异与毁灭的气息 穿透了无数常见的弓势 向着萧承风击射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点黑芒突然浮现 就像是天地间的一只利剑 带着诡异与毁灭的气息 穿透了无数常见的弓势 向着萧承风击射而去 萧承风眉头一条猛地向前一直点出 凌厉的剑芒犹如长逢冠日 瞬间便斩在了那黑点之上 剑芒与毁灭气息碰撞 两者都蕴含有志强气息 最终砰的一声巨势消散于无形 呵呵 居然真的成就志强了 远处传来一声惊讶的冷哼 语气让人很不舒服 妈的 又是你们 萧承风当即便认出了出手之缘 正是之前在霍乱火山中的一名背叛者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几名背叛者也都冷眼看向这 他们正在跟六只红毛怪周旋 不会不遗余力地帮你们提升实力 能不能进入众庙之门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乱空者哈哈一笑 抬手对着萧承风就是一拳轰出 空间重重叠叠 宛若化为了一块块透明的波音 疯狂地向着萧承风冲击而去 所过之处空间撕裂 身处其中必然会失手分离 萧承风则是抬手轻轻一挥 毕丙利剑呼啸而出 红色剑芒开天辟地 直接刺入那空间乱潮之中 将乱空者的攻击给轻松画子 眼见萧承风挡住了自己的一击 背叛者们并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戏谑的一笑转头踏入了众庙之门 杨茧的眉头顿时一皱 不是吧 他们居然也能进入众庙之门 凭什么 他们并没有沾染不详 自然可以进入 九徒轻叹一生也很无奈 众庙之门是大道为了提高苍生的实力而特意开启 目的是对付不详 但有人实力提升了却不去对付不详 大道也没办法 那赶紧走吧 我们也快点进去 萧承风急不可耐地说道 只怕没那么容易 不死者摇了摇头 宁谋看向那六只红毛怪促眉等 不详居然能让这强者的尸体也借助执念重生 他分明从那六只红毛怪的身上感受到了大量死气 显然是以死之人才对 但是他们居然还能化身成为红毛怪 并且保留着志强的实力 随着背叛者们进入众庙之门 那些红毛怪顿时将目光放在了萧承风等人身上 嘶吼一声便冲了上去 别管那么多了 先杀了他们再说 萧承风吻喝一声手中的法掘意义 万剑归宗 刹那间 苍穹上激荡的无数神剑统统凝聚之意 形成一柄称天巨剑 向着一头红毛怪直刺而出 那头红毛怪也不甘示弱 私生狂吼 一股震天动地的气势居然从他的体内轰然爆发 于身前凝聚出了一个神异的精神异性 嗡嗡嗡 那精神博大浩瀚 宛若从亘古而来 虽看不清念荣 却透着一股极致的威严 面对势不可挡的神剑 精神口吐奇妙之音 双手何时夹住飞剑 嗤嗤嗤 长剑与精神僵持 强大的力量肆意而出 让整个苍穹都发生了扭曲 这怎么可能 萧承风不由的眉头一条不可思议的 杨检也是愣了一下感到难以置信 我操 红毛怪居然会使用神通 九徒则是开口解释的 智强神通融于血脉刻入骨髓 勇士不可磨灭 这些红毛怪虽然疯狂 但靠着本能依旧能激发出智强神通 哈哈哈哈 这样才有意思 那就再接我一剑 萧承风不禁反喜狂笑一声 天不生我萧承风 剑到万古如长夜 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剧剑长红毛 轰隆隆 随着他话音落下 那柄神剑突然移倒 霸道的剑气直冲云霄 让在场所有修饰的兵器同时一枕 剑为兵器之皇 此时让百兵俯首 那柄神剑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瞬间放大了万倍勇 并带着恐怖的气势执掌而下 只听轰的一声 那今生意象没能支撑多久 便被一刀两断 神剑势不可挡 继续向着那只红毛怪当头斩下 吼吼吼 一看情况不对 另外五头红毛怪也是接连狂吼 带着兄弟的气息 同时向着萧承风发起了攻击 呵呵 看来我们也不能闲着了 杨茧微微一笑 第三只眼力是迸射出毁灭之光 向着其中一只红毛怪横扫而出 一饮乱山河 九徒则是仰头喝了一口酒 略带醉意的狄鹤出声 强势地杀向了另一只红毛怪 与此同时 利者和不死者也是悍然出手 他们在上一世就是这墙中的佼佼者 如今的实力更为惊远 能跟萧承风打的有来有回的红毛怪 在他们手里却只能被动挨打 大家都别愣着 这么多白毛怪 今日我们要大开杀戒 天兵天将听令 随我杀呀 君君道人大吼一声直接带头冲锋 哇呀呀 是我义府 巨灵神的身体变得巨大无比 手持着巨斧虎虎生威 每一斧都能斩死一片 他刚刚蹭了高人一顿火锅造化 却没能像杨俭和萧承风一样突破至强 内心正不爽呢 此时刚好把白毛怪当成了发泄对象 杀得淋漓尽致 不过就在九徒等人神通之力还身 欲要强势击杀红毛怪时 一股无敌之气却是从远处轰然降 正所谓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众庙之门的出现让这里聚集了大量修士 在场所有人都被志强之间的大战给惊呆了 天啊 我认的那人 他叫萧承风 修仙界一直都有他的传说 上次见他还只是第二部至尊 怎么突然就变成志强了呢 我也知道他 但是我好像记得他是第三部至尊了 哎呀 你们的消息都太落后了 前不久大盗单格的覆灭就跟他有关 当时明明是大盗主宰 我靠 他的修为到底是怎么提升的呀 众人越聊越是心惊 越聊越是震撼 萧承风此人太可怕了 每次出现实力都会比之前要高出一大几 现在更是成为了志强 简直就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最关键的 不仅仅是萧承风 整个天宫怎么也都冒出了那么多强者 他们来自上古禁区 那里绝对蕴含有今天之命 看来能够对抗不祥的也只有他们 周围的修士又惊又喜 他们被众庙之门吸引而来 但是却被白毛怪给死死挡住 原本大家只想着逃跑活命 如今天宫的出现又给了他们希望 哈哈哈哈快看了 红毛怪居然要被镇压了 寻声望去 只见利者仰天发出一声爆合 双手按住一头红毛怪用力一扯 死了 那红毛怪顿时被其一分为二 体内的不祥挥舞随风飘散 不过就在这时 一股惊世骇俗的力量轰然降临 随后就见一只黑色的巨手直奔利者去 这力量恐怖如丝 冷不丁就让利者的肉身直接崩碎 要知道利者以利成就之强 肉身极为可怕 而且他还刚刚参加了李念凡的聚餐 实力又提升了不少 即便是在猝不及防之下 也不该如此脆弱 但在这一掌之下 却直接灰飞烟灭 那黑色大手继续横推 欲要将利者的生命印记彻底抹去 九仙乱舞 不死印记 九徒和不死者最先反应过来 当即施展出自己的志强神通 斩向那只黑色巨掌 轰隆隆 两人的身子微微一震 勉强将那只巨掌震散 上天入地 唯我无敌 天地间突然回荡起威严的声音 仿若大道之音 让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产生贵妇之心 紧接着就见一道身影 自天地间走来 他身形魁梧高大 见眉心目气势如红 正是无敌者本尊 他的出现压过了所有志强者的气势 就好似凌驾于志强之上 又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我呸 你无敌个屁 只会偷袭的小人 而且还天生反骨 贪生怕死 我看你是无耻才对 利者的生命印记疯狂闪烁 才刚凝聚出肉身 就指着无敌者破口大骂 无敌是指的实力 你这种人根本不懂 无敌者好似看破一切般平静的开口 他只是轻轻地迈出几步 便已经站在了众庙之门的门口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转身看向九徒等人 死人就没必要进入众庙之门了吧 说罢他抬手握拳 对着天宫众人就是一拳封出 这一拳蕴含有无敌的意志 让所有的一切都要贵妇 是要将九徒等人统统震杀 枪枪枪 就在这时 一阵悠扬的琴音从远处传来 初时还无比轻微 但是却蕴含有某种惊天魔力 声音急速放大 以至于最后让耳膜都鼓鼓声吐 这琴音太霸道了 不知从何处传来 却让所有人都汗毛倒数 很快众人就看到了惊世骇俗的音符 他们居然看到了声音 那是一股股荡漾在天地间的大道之音 如同丝线般荡起连衣 一波接一波地向着无敌者冲去 紧接着又有一股炙热之气 从另一个角落积涉而出 带起漫天的鸿芒惊天动地 那是一根箭矢 直接与无敌者的拳头正面硬钢 轰隆隆 无敌者的志强一击顿时被其破开 那惊世骇俗的一拳直接消散 哈哈哈哈 是他们来了 这下有救了 杨俭和萧成峰的眼睛同时一亮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然而无敌者的脸色却是依旧不变 一拳不够那就再来一拳 他可以打出无数拳 但对方只要挨上一拳就得完蛋 这个时候 秦曼云等人也从远处缓缓现出了身形 天啊 又是这强者 他们似乎也是来自上古境区 我靠 居然还有一条狗 周围的众人巨势瞪大着双眼 连大气都不敢喘 九徒他们则是不由地长舒了一口气 无敌者给人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太大 尤其是那股无敌之势 更是压的人喘不过气了 不过现在增援来了 总算是有了一战之力 呵呵 培养你们这些护道者 大到也花了不少心思 甚至为你们开启了众庙之门 如果把你们全都杀掉 那他一定会很心疼吧 无敌者冷笑着开口 一边说他一边再度抬手 这一刻日月无光 天地似乎都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所有人眼中都只剩下无敌者的一拳 拳头之上还闪烁着有黑之光 吞噬了世间的一切光亮 很显然 他的这一拳比上一拳还要强大太多太多 如果说刚刚那只是普通攻击 那这一拳已然是附带了神通 不可同 天啊 他居然要凭借一己之力 独占在场所有之强 枪枪枪 秦曼云手中的情音更加急切起来 虚空中充斥着满满的肃杀之意 其他人也都是严阵以待 天地间安静到了极点 一场巅峰大战一触即发 不过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格格不入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 无敌者 无敌者你在哪啊 别跑啊 你相信我 我是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哈哈哈哈 看到你了 我来了宝贝 这声音很是猥琐 把场上的肃杀气氛瞬间给搞得无影无踪 寻声望去 所有人都是直接无嘴吐了起来 妈呀 这哪里来的丑八怪 怎么能如此之丑 感觉就像是被老天随手拼凑而成的残刺品一般 简直不忍之事 若非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世间居然有如此丑陋的怪物 众人纷纷惊叹 与其颤抖 接着让所有人更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丑八怪居然直奔无敌整理去 一把扑在他的身上 然后张嘴咬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同时嘴里还在不停念叨 太坏了 把人家阵风起来 自己却跑出来潇洒 害我找你找得好苦 我操 这也太刺激了吧 此话一出 所有人据是看向无敌者差点呕吐 无敌 果然是无敌者呀 连这种生物都能下得去手 太变态了 想不到气势如虹的无敌者口味居然这么重 不要 你他妈找死 无敌者的脸都变成了猪肝色 怒火几乎要把自己吞没 他当才有多么强大 是传扬出去 以后自己还怎么在修仙界混呢 此时他只有一个想法 死 这里所有人都得死 先从这个股妖开始 说罢他便一拳轰击在了股妖的胸口之上 轰隆隆 股妖当即化为了一道流星 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倒飞出去 转眼就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这一击之下 所有人都觉得股妖绝对是妥妥的死 然而不消片刻 那渐渐的声音就再度传来 哈哈哈哈 无敌者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杀我 人家又回来了 随着话音落下 众人的视野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现在已经接受这个事实 直接躺平了 恶性无敌者反而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无敌者的脸色顿时一遍也不敢耽搁 直接转身踏进了众庙之门 他气得咬牙切齿 想他堂堂无敌者 威风凛凛无人敢惹 身边却突然多了一个奇丑无比的挂截 打不死又扔不掉 太他妈惨了 亲爱的别跑啊 等等我呀 鼓腰一边喊着 一边也紧随其后地踏进了众庙之门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奇葩鱼 堂堂无敌者居然有种落框而逃的感觉 咦 那个东西我好像见过 应该是叫古妖吧 杨检率先回过神来 上次在金湖之底的战场中心 他们曾经见过 而且如果没猜错的话 正是高人用大家吃剩的残渣凝聚出了他的肉身 萧成风也是眼睛一亮笑着的 没错 我也想起来 高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居然能塑造出此等存在 连无敌者都打不死他 是啊 高人所做的一切果然不局深远 仅仅是残根圣谷就让无敌者焦头烂了 君君道人惊叹的开口 原本他们还以为要跟无敌者拼命 虽然他们人多 但是无敌者的无敌之道确实可怕 这种强大不是实力和人数可以弥补 若是能够让他们进入众庙之门顿武 说不定还有一战之力 无敌者天生便有误到神谷天赋无双 横推一个时代无敌 又借助上一世的众庙之门造化直接一飞冲天 成为当时第三牛逼之人 如今又第二次进入众庙之门 实力绝对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事不宜迟 我们也赶紧进去吧 九徒凝重的开口 众人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收起脸上的笑容点了点头 随后他们迅速的将红毛怪统统镇压 然后一起进入了众庙之门 刚刚进去的一瞬间 他们便感觉身子陡然一清 全身的法力宛若水流一般在体内轻轻流淌 就好似到了这方世界连法力都不好意思抱你 选择了安静下 并且随着法力一起安静的还有众人的内心 抬眼看去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身处于一片星空之上 远处无数的星光闪烁 点缀着这片苍穹 而在星空之下则是一层一层的台阶 一共四十九级 最高处直通星空 先进来的修士有很多 巨士在那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奋力攀登 只不过大多数速度都很慢 甚至还有人直接静止在了原地 正所谓大道五十 天眼四角 顿去骑 所以这里一共有四十九级台阶 越是往上大道就越是深奥 若是无法参透而强行攀登 道星会承受不住直接崩溃 九徒郑重地开口 所以等一下你们一定要亮丽而行 千万不能强迫自己硬撑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九徒郑重地开口 越是往上大道就越是深奥 所以等一下你们一定要亮丽而行 千万不能强迫自己硬撑 却听肖成风好奇道 不知九徒道友当年踏入了第几层台阶 三十七层 什么 就连你也只有三十七层 众人都是一惊 九徒虽然跟楚狂人和无敌者相差不少 但也是至强中的佼佼者 甚至可以秒杀普通至强 却也只能踏入三十七层 这让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大道台阶的难度 立者开口道 这些台阶每一层都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悟道水平 上一世就算无敌者也止步在了第四十一层 要知道 无敌者的强大有目共睹 他可以以一人之力独占九徒等 却也仅仅比九徒多踏出了四级台阶 越往后每一级台阶的差距相差就越大 天啊 他怎么会那么快 居然一口气登上了三十级台阶 我连五级都上不去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一阵阵议论声突然传入天宫众人的耳中 让他们将目光放在了阶梯之上 众庙之门开启以后 有一部分幸运而距离众庙之门不远 所以成为了第一批进入的选手 后续也有修饰冲破不祥挥晤的封锁进入其中 再加上那群背叛者 所有人都在艰难的攀登 只有一个人遥遥领先 杨简的眼眸顿时一名 是无敌者 无敌者也不过比他们提前一步进入众庙之门 但此时他已经踏上了第三十级台阶 虽说上一世他已经进入过一次众庙之门 但这个速度依旧非常惊人 同时他们还注意到其他背叛者也都超过了二十级台阶 有的还在继续向上攀登 有的则是盘膝而坐停留在台阶上领悟 我们也赶紧上吧 九徒凝重地开口 众人点了点头直接踏步而上 原本肖成风等人对于第一级台阶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第一级只是开始 他们已经是志强境界 不觉得能有多大帮助 然而当他们踏入台阶时才发现自己错了 刚刚踏入第一级台阶 他们的大脑便是陡然一空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有着一股股大道气息扑面而染 让他们对大道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肖成风的脑海中一股股剑道感悟不停浮现 让他知道众庙之门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不断完善 完善自身大道 虽然他有着剑霸交给他的霸剑之道 也有着戎天剑的上一任主人交给他的戎剑之道 但是这天下剑道种类和其之多 他不可能什么都懂 而此刻 众庙之门就是在完善他不曾掌握的剑道 秦曼云等人也是如此 他们在补弃自己大道上的部阻 从最基础开始 一点一点的查了补缺 所有人的周围都浮现出了一本本书籍 这是大道的演化 以书的方式将大道感悟直接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比自己空想不知要快上多少 妥妥的就是开挂 九徒立者和不死者是第二次进入众庙之门 因此他们感悟的速度很快 脚步不停的一路向上攀登 再度引起了一阵惊叹 而此时无敌者已经踏上了第36层 他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上一世他止步于第41层 知道自身还有很多不足 所以不敢大意 从第36层开始他要细心感悟 但凡错过任何一丝大道都可能影响他的高度 众庙之门不可回头 只有一次走阶梯的机会 万万不可心急 九徒呢难自语 他虽然走过一次但依旧不敢大意 尽量控制住自己的速度一步一个台阶 渐渐的 九徒立者和不死者都已经踏过了25级台阶 目前为止能踏上25级的全都是志强者 不过就在他翻阅着大道书籍沉迷于学习之时 却突然心有所感抬眼看向一处 这一看顿时吓了一听 因为龙儿男男他们已然踏过了20级 即将追上自己 初时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但越往后反而攀登的越快 这绝对是不可取的 九徒当即出言提醒 各位不要跑得太快 只有尽量领悟每一层的大道才能走得更迷 否则将难以继续攀登 龙儿脆声声道 九徒叔叔放心吧 我都已经领悟了 感觉也没有那么难了 我知道想要领悟很简单 但是必须要领悟全面 九徒哭口婆心的提醒 男男道 这也没什么难道 本来我还小心翼翼的不敢走得太快 但是这些知识真的好简单啊 我们原本掌握的大道就已经很全面了 九徒不由的疑论 这才想到这群人的来历 这些护道者可是贴身跟在那位高人身边的存在 平时肯定也没少给他们开小道 终究是自己多虑了 此时众庙之门的大道阶梯之上 所有修士都在努力地攀登 他们就像是一名名学生 在学海中饥渴地求学 致强者最少能登上25级台阶 大道主宰则是很难超过20级台阶 除非在攀登过程中突破瓶颈 龙儿喃喃他们已经快要追上九徒 至于萧成峰和杨俭则是慢了不少 目前都停留在第十九层 君君道人和巨灵神等人因为没能踏入志强 目前还停留在第十二层 所有人都在用心领悟 时而醋没时而恍然 脸上带着沉迷学习的笑容 整个天宫现在只有杨俭和萧成峰成就志强 其他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众庙之门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霍乱当前提升实力迫在眉睫 我靠那群人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 就算是志强者也总该停下来赶悟一会儿吧 我好歹也是第二步至尊 才勉强站稳第四级台阶 最高处的那位竟然已经踏上了第三十九级 这也太逆天了 他可是无敌者 足以秒杀之强的存在 实力自然可怕 可怕倒是可怕 但他身上为什么带了一个那么丑的挂剑 我更好奇天宫的那群修士究竟是什么实力 他们攀登的速度也快到不可思议 就连那两个小女娃和那条狗都踏上第二十九级 还有天灵吗 太打击人了 台阶之上 所有修士都很珍惜这次机缘 随着感悟他们的实力飞速提升 不过内心的喜悦却并没有多少 因为他们的收获和另外一群人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飞速提升 而自己只能领悟那么一丢丢 内心的滋味很不好受 这就好比你赚了一万原本应该高兴 但是却发现其他人赚了十万百万 心里落差极大 哈哈哈哈 我懂啊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沉迷于学习的无敌者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他终于知道自己上一世为什么会止步于第41层 因为在第39层时他急于求成 从而忽略了一部分大道 让他的根基不稳 这一刻困扰了他无数年的难题终于想通 只感觉自己的大道一片光明 就算是踏上第49级台阶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继续攀登 而是被下面的嘈杂声吸引 回头看去 他看着龙儿喃喃的不乏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轻烈的笑容 哈哈不知 光是攀登速度快有个屁用 不深解其意 不深究其理 注定不会走得太远 好不容易才能等到一次重庙之门的开启 居然不好好珍惜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蠢了 无敌者冷笑连连 他感觉这一届的护道者和上一届相比差的实在太远 索性就继续攀登 抬腿踏上了第40级台阶 牛逼啊 不愧是无敌者 居然一下就登上了40级台阶 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呗 这时 一道欠扁的声音突然在无敌者的耳边响起 让他不由的心神狂颤 这才想起来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挂解 刚才因为沉迷于学习而忽略了外界的一切 而鼓腰也是难得的安分下来并没有打扰到他 但是现在 鼓腰似乎又不安分了 这让他莫名的狠话 学习最怕被打扰了 无敌者当即冷然道 你想做什么 我警告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哎呀 你居然敢威胁我 鼓腰瞪大着双眼难以置信的惊呼 随后就见他张开嘴巴一口咬在了无敌者的身上 同时嘴里还在不停嘟闹 敢威胁我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今天能让你看进去一个字就算我说 它刚刚之所以没有发声 是因为他也沉迷于众庙之门的学习之中 不过现在无敌者已经来到了第四世纪台阶 这对鼓腰而言显然是超纲了 他根本理解不了 既然没有收获他索性就再度活跃起来 这就像是一个学渣和一个学霸坐同桌 学霸想要认真学习 但是学渣却在一旁不停地叽叽喳喳 本来以鼓腰的实力是没资格踏上第四世纪的 但是他情况特殊 黏在无敌者的身上直接无视了台阶的限制 妈的你给我等着 虽然现在我对你无可奈何 但是等我登上了最高处实力突飞猛进 定然要让你生不如死毁不当处 无敌者眼中闪烁着浓郁的杀鸡 他深吸一口气摒弃名神 重新将注意力投入到大道感悟之中 有呼还想感悟 来呀快活呀 反正有大把时光 来呀流浪啊 反正有大把方向 鼓腰在无敌者的耳边声嘶力竭地吼着 同时张开嘴巴在无敌者身上不断咬着 虽然咬不动但是重在恶心 鼓腰不仅奇丑无比 声音更是难听 如同破罗一般听的人咬牙切齿 他妈给我闭嘴 无敌者根本学不进去 嘶吼一声用尽全身的力量将鼓腰给风飞出去 鼓腰直接从第四世纪台阶飞出了众庙之门的外面 不过很快 那破罗般的嗓子就再度传了 紧接着他的身影也从外面飞了进来 你怎么这么狠心 干嘛要这么对待人家 我只是想跟你多说几句话有错吗 人是人他妈生的 腰是腰他妈生的 你是哪个妈生的 鼓腰再度如同八爪鱼一般缠在了无敌者的身上 呜呜 无敌者哭了 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 鼓腰你够了 算我求你了 消停一会儿醒 天啊 无敌者居然哭了 那个丑八怪太可怕 原来无敌者也不过如此 丑八怪才是丑到无敌啊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一幕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设身处地地想想 也是不由地咽了一下口水 高人就是高人 折磨人真是有一套啊 无敌者绝对是最惨的背叛者没有之一 九徒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利者则是精神大振笑着道 不用管他 趁此机会我们赶紧追上无敌者 文言大家就继续向上攀登 全都沉迷于大道学习中无法自拔 同一时间无尽之好 哗啦啦 海面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 前段时间九徒阵风无尽之好 与老玉斗了个天昏地暗 无尽之海一时间平静下来 然而此时他却轰然爆发 犹如一头潜伏已久的巨兽 突然间露出了獠牙 哈哈哈哈 沉寂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老玉站在海面上冰冷的狂笑 大道开启仲庙之门绝对是孤注一掷的作法 这又何尝不是再给不祥机会 因为高手都被仲庙之门吸引 那不祥就可以大胆地搞事情了 他故意让无尽之海沉寂 就是为了放松九徒等人的警惕 如今计划也是时候继续进行过 哗啦啦 无尽之海不断翻涌 海水开始向着四处蔓延 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一瞬间便扩张了千里之远 海域附近的修饰猝不及防之下 顷刻间便被海水吞噬 无尽之海的扩张好似没有止境一本 而且他似乎带着某种目标 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妈的 不祥又开始搞事情了吗 姚梦基带领一众天兵 很快就察觉到了无尽之海的意义 他虽然蹭了高人的机缘 但现在的实力还只是第一步至尊 仲庙之门对实力越高的人效果越大 所以他并没有急着进入其中 而是和顾长青等人一起留在外面 时刻关注着元界的动向 梦基道有 这次无尽之海的动静 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 他选择在此时捣乱显然是早有预谋 这个时候 顾渊和洛黄也带着一对天兵赶过来 无尽之海中的怪物实在是太多太多 而且其中还有只强者存在 光凭我们根本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需要进入仲庙之门告诉二郎神将他们吗 不行 摇梦基当即摇头 仲庙之门好不容易才开启一次 一旦他们出来就失去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梦基凶若是放任无尽之海四面 绝对会造成恐怖的后悟 这种时候也只能去高人那里 洛黄忍不住开口道 没错 我等前去洛仙山脉 洛黄 你去通知其他所有能通知的修士 集大家之力一起抵御无尽之海 说吧 摇梦基便转身向着洛仙山脉而去 对于高人的住处他自然是无比熟悉 不过他来此并不是为了拜访高人 而是要请居住在高人山下的江流等人 天地霍乱降临 龙儿男男他们虽然也都进入了众庙之门 但是为了防止突发事件 王尊和苏晨依旧留下来负责挑分 江流则是还在山脚砍柴 听到摇梦基的诉说 他们彼此对视一眼脸色也都沉重起来 江流眉头一皱纠结道 无尽之海动荡 必须得去镇压 只是我等助手在高人山下 为的就是守护高人了 若是我们离开 高人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王尊则是摇了摇头 语气铿锵有力 不祥挥舞与大道行同水火 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祥乱世 高人身边还有奶牛孔雀和柳神等等 更有打击仙子和火凤仙子贴身保护 我们的作用只是锦上添花 而镇压无尽之海才是当务之急 江流手持奋差宁声道 王尊前辈说得对 既然如此那咱们现在就走 说把他们当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直奔无尽之海而去 此时的无尽海域已经超乎想象的庞大 一头头挥舞妖兽在海域中畅流 挥舞如同烟尘滚滚 时不时还有着众多怪物冲出来攻击修士 救命啊 海域居然还在扩张 他这是想要把整个元界都给吞噬掉吗 不祥知识太强无人可挡 怎么办呢 谁来救救我们啊 整个元界的修士内心都充满了绝望 星辰在霍乱之下都不过是个蝼蚁 这是星际之伤 灭世之节 就在这时 一个粪桶突然从远处奔袭而来 轰然砸落在海面之上 轰隆隆 这粪桶虽然平平无奇 但此刻却沐浴在滑光之中 宛若天降陨石 狠狠地砸进了海水之中 原本狂暴的海面被这股气势所振 瞬间安静下来 天啊 这是谁啊 居然可以镇压无尽之好 治强者 绝对是治强者出手了 难道还有治强者没有进入众庙之门吗 快看 是天宫的那群人 上古禁区中还有治强者存在 这下有救了 众多修饰又惊又喜 齐刷刷地看着虚空 却见苍穹之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正缓缓走来 虽然蓬头垢面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霸气 此人正是王尊 却见苍穹之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正缓缓走来 虽然蓬头垢面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霸气 此人正是王尊 在他的左侧 江流深背一柄常见气势内容 初看平凡细看却又感受不到深情 右侧则是苏晨 他肩上扛着粪肠 身上披着一件脏兮兮的兽皮 看起来颇为随意 在这三人的身后则是一大片降雨 姚梦基和洛黄等人 带领着天兵天将蜂拥而至 气势惊人 哈哈 居然还有治强者没有进入众庙之门 看来大盗培养的护道者不少啊 无尽之海中 那名老玉缓缓地浮出水面 阴侧侧地看着王尊三人 他能感受到三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势 中间那人给他的压力虽然不如窘途 但也极为可怕 并且另外两人也都不是普通的治强者 现在这个时代 还能够诞生出新的治强者 唯有大盗才可以做到 妈的 楚狂人的尸体都被镇压了 坐骑更是变成了火锅助我等突破 不祥霍乱终将被我们镇压 比现在搞事简直就是找死 王尊盯着老玉气势生疼 语气咄咄逼人 哈哈 老玉不由的大笑起来 那只是我主上仪式埋葬的枯骨吧 其上连我主万分之一的实力都不到 镇压他很值得你们炫耀吗 好戏还在后头呢 咱们走着瞧 天宫众人的眉头微微一皱 老玉这么搞事果然是有目的的 而且对于楚狂人的尸体被镇压 他居然是这种态度 可见背后绝对有着天大的阴谋 江流冷然道 有我们在这里 无尽之海就别想再扩张半分 哈哈 就凭你们 那就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经验 老玉冷笑一声双手 豁然抬起 哗啦啦 差那间整个无尽之海都生腾起了无数的浪花 并且每一个都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而在海面上还有一头又一头的不祥妖兽 他们巨是齐刷刷的仰天嘶吼 气势惊人 这一幕让所有的修士都是心头狂颤头皮发麻 这海水吞没了不知道多少生命 让他们都被不祥沾染 除了那老玉以外 这海水中还有好几头志强气息的妖兽 实在是太可怕 吞噬不祥本来就可以让实力暴涨 纵然是整个元界的修士都聚集于此 恐怕也阻挡不了这灭世之劫吧 这不是不祥的第一次爆发 不祥挥物每次出现都会引起元界动荡 每次也都会被九徒和肖成风等人镇压 整个元界的修士虽然也深受其扰 但正面对抗的却是不多 此刻无尽之海出路争容 无数修士便被吓破了的 不祥之士无人能挡 哈哈哈哈 挥物才是正统 修炼挥物成就至高大道 迎接新时代的将领 大道无情众生为子 挥物会给你们带来新生 现在你们投靠伟大的挥物还来得及 老玉得意的大笑 语气充满了蛊惑 很多修士都是眼神一闪 他们虽然到新坚定 毕之没有贪图变强而去吸收挥物 但此刻面对不祥的压迫 他们内心开始动摇 毕竟大道是威 不吸收挥物就会被不祥怪物斩杀 还不如放手搏上一搏 走出一条新路 放片 挥物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欺骗众生的骗局 他是想把你们所有修士都当成自己的棋子 以此来对抗大道 王尊早已看透了一切 直接点出了楚狂人的野心 当今天下 修士残杀 每天都有无数人生云 这一切都是因为楚狂人为了一己之私而造成的 我被修士 当以除魔阵邪为己愿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天宫申请出战 姚梦基率领着天兵天将一口同声的开口 法力滚滚如龙 化为潮水在苍穹上翻涌 化为七彩之光 遇药照破不醒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苦情中申请出战 苦情中老祖也带着众人加入了战场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云族申请出战 洛神宫前任主人的追随者 云族族长率领着云族大声嘶吼 他们延续着祖上的意志 与不相不共带天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神剑山申请出战 神剑山的两位山主立于长剑之上 身后跟着上万名弟子气势如虹 化为一柄锋利的长剑 欲要刺破苍穹 仙山脚下的那群野卫也嘶吼着登场 他们被圈养了这么久 一直憋着好不容易出来一顿 全都是斗志昂扬 激动到无以复假 想要好好的疯狂一本 再加上他们沾了高人不省机缘 实力各个不凡 有不少更是达到了大道主宰巅峰境界 一时间威势居然盖过了无尽之海中的妖兽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借吃也带领一众和尚前来度化不详 他们一群接一群的出现 每一个都实力不俗 浩荡的法力之光照耀苍穹 神圣的大道气息流转 让元界的修饰全都大受鼓舞 各位修道一生 当为此一站 既然要站 那边站吧 我被修饰 何夕一站 轰隆隆 无数修饰的法力汇聚成惊天之势 与无尽之海的水花和妖兽相撞 掀起了近乎天高的海浪 诸天荡荡 我到兴隆 铭门正派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每一个都实力不俗 让元界的修饰大受鼓舞 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杀 老玉脸色阴沉 吏声嘶吼 致强之力在虚空中汇聚成一个血红的巨者 笼罩住大半的天兵 欲要将这些人统统捏死 王尊冷哼一声 抬手一指向着巨爪点去 历史将老玉的攻击化为了无形 这一刻两边的战斗也是瞬间打响 无尽之海中妖兽纵横 露出狂暴的杀意 天宫这边各方势力汇聚 无数大道交织 战役高昂 这是全界之战大道之争 没人能够幸运 轰隆隆 海面上一头巨大的妖兽突然冲出水面 海水直接炸开化为水柱冲天而起 光是这水柱的威力都能轰死大道主宰 接着就见一头巨大的身影向着众多修士冲撞而去 它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妖精 全身布满了紫金色的鳞片 滔天的气势彰显出他这强的实力 这个交给我来对 江流抬腿一脉 身子瞬间便出现在那头妖兽的面积 便由凶猛的海水拍打在自己身上 他自窥然不动 长剑出窍举剑前批 就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动作却是被他练到了画景 在这一剑之下 那生疼的巨浪直接被一劈两断 那巨大的妖兽同样是一刀两断 扑斥 鲜血染红了天际 染红了海水 那头妖兽身上的生命印记疯狂闪烁 恢复好伤势顿入海水之中 惊惧地看着江流 妈呀 太强了 刚刚那一件事怎么回事 我甚至都没有感受到法力波动 此人似乎掌握了一种最朴素的大道 有着画幅朽为神奇的力量 无数修士都是瞪大了眼睛 他们不认识江流 但是光凭刚才那一剑就足以让他明动原剑 有呼 可以呀江流 你这一剑如果让肖承松看到 他绝对会惊为天人 苏晨也是惊讶了片刻笑着道 江流的面色依旧平静 我虽然手持长剑但走的并不是剑道 而是砍柴之道 不管手中拿的是剑还是服 万物皆可砍 说罢他就再度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化身成为无情的砍柴机器 老玉的眼角不由地狂跳起来 咬牙切齿道 你究竟是谁 我只是一介乔夫 江流一边说着手中的长剑再度展摩 轰隆隆 海面突然炸开 又是一头身背双翼宛若水牛的妖兽嘶吼着冲触 那对牛角闪烁着银色光芒 化为了神通之力向着江流撞击而去 同时那头巨精妖兽也是嘶吼一声与牛妖联手 两大志强妖兽共同对抗江流 志强神通惊天动地凝聚出惊人意想 不过依旧被平平无奇的剑芒一分为二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量 老玉冷哼一声抬手一挥 无尽之海再度爆发出六股志强气息 六头骇人的妖兽缓缓浮出水面 给人以莫大的压力 天啊 怎么这么多志强 感受着漫天的志强之威 所有人都是心头狂跳头皮发马 志强二字便说明了一切 这是巅峰之力 在其之下皆为蝼蚁 每多出一个都可以左右占据 如今却多出了数十头有鱼 这还怎么打呀 这六头海兽刚一出现 便一起施展神通向着江流发起了进攻 哈哈哈哈 终于轮到我表现了 苏晨大笑一声提着分叉便冲了出去 他速度极快 手中的分叉更是诡异无名 一叉刺出便直接穿透了海兽的神通 并将其庞大的身躯动穿 老玉面色阴沉地看着战场 刚准备出手 却见一个粪筒向着自己当头砸下 这粪筒极为可怕 带着一股恶臭之气 文芝就让人头晕目眩 极大的影响了他的战力 正是王尊的手柄 你们应该就是这一世护道者中的敌人了 老玉因侧侧地开口 随后抬手一引 无数海水包裹在他的周围形成混沌 以此来缓解粪桶的恶臭之气 无尽之海的扩张让他实力大胆 然而纵然如此 他也只能跟王尊站的旗鼓相当 他没想到在众庙之门开启以后 居然还有人可以阻挡他的脚步 事实上王尊的实力不如老玉 关键就在于他手中的奋斗 江流和苏晨也是如此 他们显然是得到了大道的偏爱 才让他们的实力成为同阶中的佼佼者 哈哈 底蕴 王尊在心中冷笑 我们不过是山脚下的成员罢了 四合院内才是真正的大恐怖所在 若是打击仙子和火凤仙子出手 这老玉直接就被镇压了 各位 镇压不想人人有责 随我杀呀 那群野位也是高声的呼喊 他们被憋了太久太久 此时天性释放化为了可怕的凶兽 肆虐在无尽之海的上空 与此同时众庙之门里面 一股股大道气息如云似五环绕不绝 一重重法力更是轰然炸起威势精元 盘登阶梯的修饰在接连突破 君君道人站于第25级台阶之上 面色微微发红 双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一股股大道之力在其周身演化出惊天意想 君君道人站于第25级台阶之上 面色微微发红 双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一股股大道之力在其周身演化出惊天意想 他时不时闭上眼睛 时不时又继续投入学习之中 某一刻 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从他体内轰然爆发 惊天动地 就算是在众庙之门里面也引起了大道共鸣 声势浩荡 我靠 天宫的人又突破了 他们也太猛了吧 又多了一个志强 你们看 能够站在第25层的大道竹子 似乎全都是天宫的人了 这群人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真他妈变态 这一幕顿时吸引了整个众庙之门的目光 志强境界的突破就连大道都得发出功 因为这是大道之下的至高境界 是修仙的终点 是立于众生之上的巅峰之境 终于 君君道人身上的气息达到了顶峰 无数的大道之力好似洪水一般向着他的体内灌去 让他站稳了志强之境 不过君君道人这才刚刚突破 旁边又有一股气息轰然爆起 让所有人都是心头狂跳 此人正是女娲 他的周身有着圣洁光芒闪耀 背后幻化出人身蛇尾的异性 蓝脸庄壮 一朵朵大道莲花环绕其身 缓缓盛开 妈呀 又来一个 这群天宫的人才是众庙之门真正的宠儿啊 志强境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容易了 这一次他们才刚刚发出惊叹 就又有一道新的志强气息轰然浮现 哇呀呀 巨灵神高举双斧养天狂好 好似怒目金刚身体急速膨胀 强大的力量仅仅是露出一丝都让人心惊胆战 周围的其他人全都麻了 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一幕 艰难的咽了一下口水 不愧是护道者啊 真可谓是一欲风云变化龙 乱空者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冷眼看着天宫众人 心中声啃起一股股杀戮气息 他虽然上一世已经进入过众庙之门 但此刻依旧止步在了第32层 而军军道人他们却是借助众庙之门站稳了志强之计 这样肯定可以再进一步 说不定很快就追上他了 可惜啊 在进入众庙之门以前应该把他们全都杀了 其中一名背叛者阴狠的开口 每增加一名志强者就等于在战局上增加了一份筹码 不得不说 大道开启众庙之门确实可以让步道者一方的实力暴涨 哈哈哈哈 他们终于也成就志强了 杨简则是大笑出声面露喜色 还算不错 不愧是我肖成风的朋友 不过想要追上我还差得远吧 肖成风也是笑着开口 同时还不忘装一波逼 接着就见他脸色一阵迈步而出 直接站上了第三世纪台阶 这一幕让背叛者们的脸色又是一尘压力倍增 而在此期间 无敌者一直在给古妖装孙子 原本他霸气十足天下无敌 但在这种局势之下 却是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丝毫不敢有一点的霸气泄露 古妖则是高傲的昂着脑袋不停点头 堂堂的无敌者居然对自己言听计从 这种感觉是真他妈爽啊 虽说是用一句丑陋的肉身换来 但是物超所值 念及于此他不由的傲娇道 如此可教 看在你如此诚心的份上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不打扰你了 好好学习吧 多谢古妖道友 古妖道友大气 无敌者内心恨得咬牙切齿 嘴上却还是讨好的开口 随后赶紧投入到误道之中 因为他发现 原本那几个他看不上的人 居然马上就要追上自己 此时的龙儿男男和秦曼云几人 已经来到了第三十八级台阶 他们一路走来并没有费多大功夫 宛若闲听散步只是偶尔驻足 看书也像赏景一般轻松而过 原本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是在装样子肯定走不了多远 却没想到就这么轻松的来到了第三十八层 距离无敌者只差三层 妈的 他们肯定是在强撑 绝对会被卡在第四十层 无敌者心中冷哼 抱起大道之书抓紧时间学习 他能走到如今这个境界悟性的就极高 上一世就是借助众庙之门登上了第四十一层 这一世查洛普却让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嘴角逐渐露出笑容 脚步一台再度踏上了当年的第四十一层 然而这并不是终点 这一世他注定能走得更远 龙儿和南南等人则是来到了第三十九级台阶 在这里 他们不计不许地原地坐下 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书籍 同时还用法力幻化出一只毛笔 写写画画地做着笔记 众庙之门中的所有人都在沉迷于学习 根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有人被卡在台阶上自知在南寸井 索性不甘心地退了下去 这一天众庙之门的来客突然暴涨 一对接一对的修饰不断涌入 让这里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 同时他们的脸上也都带着心迹之色 刚进入便议论纷纷 诉说着外面发生的惊天大事 妈呀吓死我了 外面的战斗实在是太惨了 还好白毛怪都走了 让我们能够进入众庙之门避避风头 是啊 听说白毛怪之所以退走 是去支援无尽之海了 不祥似乎快顶不住 也不知道外面能不能镇压住无尽之海 或者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在这里提升实力再说